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新北市少年队破获这样子不法应招战 他们利用毒品去控制整个少女的行动 还采取一楼一缝这样的方式 打着抒压小战却是从事非法性交易 有少女实在受不了这样长期被淋虐 在写汉日记里头写下了 我的世界只有一张床 接再多的客人都不够买毒 网络上年轻妹妹大眼水汪汪 但是标题却打着 全身或是一对一的指压小战 一看着觉得不对劲 新北市少年队追查发现 以信霸为首的应招集团租下套房 以一楼一缝的方式管理 现场救出九名未成年少女 还搜出大量的毒品 还有未实用的保险套 前面存在了 位在新庄大学学区附近的套房的租下一整层 期间从事非法应招战 主线利用毒品吸收未成年少女控制行动 逼迫从事非法性交易 有少女不堪逃了出来 写了日记写下 我的世界只有一张床 及再多客人都不够买毒品 罪有法官妈妈的林经理法官 慈母般的询问下 才突破这名少女心房 说出实情 嫌犯会以毒品来引诱这些少女 刚开始是免费的提供 那再来的话 等少女上瘾之后 他们就会请这些少女来赚钱 来抵吸毒的费用 嫌犯集中管理毒品控制少女 还有完整的SOP叫占守则 将被警方及时破获 逮捕八名嫌犯 并且救出这些迷途少女 中文字幕志愿者